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巴林,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297集 小姨 不劳你操这个心了 总之 我不会靠嫁给大二十岁的老男人来拿一个城镇户口 樊先生对不起啊 我刚才还说漏了一点 我不仅是嫌你官小职务低 我还嫌弃你年纪大 老牛吃嫩草 也要嫩草心甘情愿被吃 那老牛才算是大叔 否则那就是臭不要脸的老流氓 夏小兰自己都还想吃嫩草呢 和小鲜肉谈恋爱让他整个人都重回青春 那是周成自己愿意啊 问题是 现在夏小兰本人不愿意对着樊振川一头老牛 樊振川自然是猥琐的老流氓 他真是从头劈到脚 把樊振川损得够呛 在河东县 没人敢这样和樊振川说话 今天要不是在市委招待所 樊振川能叫夏小兰当场试一试 她是不是年纪大 体力不好 夏小兰越是损 樊振川越是想得到她 驯服猎马的过程总是很有趣的 夏小兰若是千一百顺 樊振川说不定很快就厌倦了 可夏小兰长得柔弱 偏偏性子烈 樊振川的征服欲被激发了 小兰 女人牙签嘴力有时候是一种可爱 一旦过了头 就会起反效果 李栋梁上前一步 夏小姐说话时 你好好听着就行 李栋梁伸手去抓樊振川的衣领 樊振川的司机一动 葛剑已经逼了过去 师兄弟配合默契 把樊振川的司机逼到了死角 樊振川想去拉夏小兰 葛剑快速回身 一拳打在樊振川的腰上 这拳头是能隔着牛皮打碎猪肉的 樊振川只觉得后腰剧痛 葛剑已经返回夏小兰身边 振川哪 领导 不烦 一屋子人都吓坏了 樊振川在市委招待所有忌惮 却没料到夏小兰的人敢在招待所动手打人 打的还是樊振川本人 樊振川捂着腰 刚才那一下让他觉得腰里面痛得厉害 可才一会儿 那种感觉又慢慢消失 竟向他的错觉 司机满脸羞愧 领导 他不是这两人的对手 一个能对付 夏小兰带来两个 樊振川终于失去了耐心 冷笑道 你能请他们一辈子保护你吗 他们是很能打 他们的拳头四铁 身体却是血肉之躯 能打赢我司机 能打赢更多人吗 能扛住子弹吗 你们袭击的可是国家干部 我就算官再小 那也不是被人白打的 葛剑傻乎乎的笑 我只认钱 夏小姐给我钱 谁欺负她 我就打谁 夏小姐要是给的钱够多 我这条命都可以卖给夏小姐 傻人偿命我都不怕 别说是打谁一顿了 扛大包是赚钱 给人当保镖也是赚钱 都干了这一行 就对危险性有了心理准备 葛剑没说假话 夏小兰给的报酬 要是足够高 叫她当场把樊振川杀掉都行 要不古话说 侠以武犯尽 学过点拳脚的人 总容易不守规矩 樊振川意识到葛剑不是在说笑 樊振川的司机 紧张地挡在领导面前 警惕着葛剑一言不合抱起杀人 梁炳安一家三口 吓得大气都不敢喘 假的吧 就像那天对梁欢动刀子 就是吓唬人的 但葛剑的普通话带着外地口音 长得高高瘦瘦 皮肤特别黑 看上去就不是商都本地人 夏小兰请两个外地人来干啥 是外地人不怕樊振川的威胁 还是杀了樊振川方便跑路呢 动不动就喊打喊杀 这哪里是一个年轻女孩的手段 梁炳安的手在桌子下握拳 她咋会犯这种错误 她咋会想着不征求夏小兰的同意 把夏小兰嫁到樊家去呀 或者说 她怎么会让刘芳和夏小兰接触呢 如果是她亲自接触 或许早就发现对方的不寻常 乡下丫头 夏小兰绝对不只是乡下丫头 她这种心理素质绝对见过大场面 嫁给樊振川 是亏了 有这种胆识 有这种清明 再加上老天爷偏爱的脸蛋 夏小兰可以找个更好的男人 她为啥要把见面定在侍卫招待所 为啥这样气定神贤 是不是已经有了她能瞧上眼的目标人物 甚至已经成功接触 梁炳安坐立难安啊 梁欢脸色发白 梁欢又想起了夏小兰是如何对她的了 李阿姨扶着儿子的手 也没有了优雅和从容 这个女人绝对不能娶进门 逼走一个小雨 迎进来一个更厉害的母老虎 简直是得不偿失 不能娶 报复心还强 李阿姨觉得不能放过夏小兰 梁振川何尝不是这样想呢 她就是那样不冷不热的 是真不把一屋子人放在眼里 梁振川惊艳归惊艳 葛剑开口就是要杀人 梁振川也怕和夏小兰睡一张床 都不能闭眼 好看的女人当然重要 更重要的是她的命 在生命大事面前 她情愿用雍枝俗粉凑合下 算了 不娶了 强女的瓜不甜 婚事就当梁家没提过 梁振川竟真的主动放弃婚事 却不是夏小兰毁容 也不是夏小兰找了啥大人物出面 纯粹是夏小兰的狠劲 梁炳安心情十分复杂 今天梁振川丢掉的脸面 肯定要踩在梁炳安身上捡起来 事后的清算才叫人提心吊胆 夏小兰轻轻一笑 樊先生 你想着快点离开这里 事后再慢慢收拾我对不对 按照樊先生的一贯作风 事后倒霉的 肯定不止我一个人 凡是和我亲近的人 樊先生都要泄愤 樊振川 就是这样威胁别人的 习惯的手段被夏小兰点破 他脸色难看 这里是侍卫招待所 杀了人 你们能顺利逃跑吗 夏小兰看了看墙壁上的挂钟 他故意盯了个能看时间的包间 指针只差五分钟就要长短重合 快到一点整 周成说过 只要把时间拖到一点就行 夏小兰满条私理解释 不 我才不会在这里杀人 不过 樊先生都来了 不想见一见我对象吗 我还以为你会好奇 自己输给了啥样的男人 樊振川一脸警惕 他来之前是想压着那穷当兵的 戏耍对方 羞辱对方 现在 夏小兰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料 所谓穷当兵的 又真的像他想的那样吗 樊振川来不及说话 嘎着一下 门被推开 对不起啊 让你们久等了 怎么没动筷子 是菜不合胃可吗 现在不吃 以后可就没机会吃这么丰盛的菜了 周成一进门 就拉着夏小兰坐下 十分虚伪地冲着其他人招呼 他关心的还是他媳妇 你会不会